裤妆搭配西裝外套 腳上踩著平底鞋 綁起頭髮簡單梳理 肖美琴回到台灣的第一場公開活動 以俐落的職業裝扮現身 和在美國擔任駐美代表期間 沒有太大差別 比30年前的我是保守很多 那也謹慎很多 那這也是這麼多年來的衝撞 自己也傷很累累 駐美三年四個月 肖美琴從短髮變長髮 白髮越來越明顯 但對她來說 工作比造型來得重要 從口罩到髮飾或者是別針 如果肖美琴身上出現飾品 必然有她想傳達的訊息 雙向元國慶晚宴 是難得可以看到肖美琴盛裝的場合 但她在意的是坐在那 讓人做造型花太多時間 要在肖美琴身上看到花俏圖案 不是沒機會 出席珍乃捷 她穿上排灣族設計師 薩布拉安德烈設計的服裝 在雙向元的文化活動 她也會穿上有原住民圖騰的衣服 對花蓮 肖美琴始終有著特殊情感 那這個是我從花蓮帶來的蜜香紅茶 花蓮的原住民 那個Yoga造他的作品 Message from the Fish 花蓮的藝術品和農產品 肖美琴都樂於分享 人味是肖美琴的特質 駐美期間不抗拒和傳統喬社 或立場偏藍的喬團往來 但和台橋相處仍然是她的舒適圈 動帥 看看 動帥 動帥 雖然不簡單 暫時 正常動帥 TVBS新聞一下會美國華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